你记得到吗 你鬼人 你不准哭 你记得到吗 你不准哭 你哭怎么哭 你哭怎么哭 21岁女孩嫌弃父母是农民 一哭要定自己是被偷来的 甚至割腕 逼母亲做亲子鉴定 我亲说父母是富豪 我长这么洋气 一定是白富美 你告诉我亲子父母在哪里 我们两个好商店 我不害你的 眼前这个不依不饶的女孩 名叫陈美丽 21岁 父母都是农村人 年轻时在外打工多年 靠着自己的努力 在城里安了家 当儿子大学毕业后 前往昆明工作 二女儿也早早外出就业 结婚成家 家中排行老三的美丽 从小成绩优异 夫妻俩一直寄予厚望 希望能把她培养成才 结果万万没想到 15岁那年 美丽暗恋了个男孩 情窦初开 怦然心动 父母没有在意 没有多管 以为她只是暂时迷失了自己 不料 没过多久 派出所打来电话 称美丽在闹市区扑咬路人 好说歹说 把人带走 母亲想着女儿 可能是一时没有 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重新回到学校后 美丽并未像母亲 预想的那样恢复正常 反而沉默寡言 不愿交流 无奈退学后 女孩开始外出打工 不知道哪个奸人没搭队 彻底变了个样 不仅浓装艳抹 穿着暴露 频繁出入宾馆 酒店 KTV 解交不三不四的人 而一个劲的嚷嚷 自己不是亲生的 一天到晚 迷一迷当当 仰言自己遭到了 父母的虐待独打 每天不是到高档小区 四处晃悠 可怜兮兮寻找爸爸妈妈 就是嘎手拨 逼问亲生父母的下落 母亲唐爱菊 苦口婆心进行劝说 希望她辞掉 那个不光彩的工作 换个正经活计 改头换面 哪怕暂时栽在家里 不干活都行 父母养得起 此话一出 美丽更加肯定了 自己的想法 但心里认为 他们一定是个 偷孩子的贼 看自己好看 就偷来抚养 这背后一定有 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有些神经衰弱 夜场工作可以治病 我的亲生父母 一定是个大富豪 等找到他们 我就不必再工作了 她说前门楼子 她说夸夸肘子 母女俩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美丽被赶出了家门 在外租房生活 每天不是陪酒 就是到别墅去溜达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早日找到富豪父母 一家团聚 结束自己的苦难生活 梅丽特一请来 电视台记者帮忙 上门找茬儿摆理由 要求做亲子鉴定 一 家里没有她刚出生 和百岁时的照片 二 全家的头发都是纯黑色的 只有自己是泛黄的洋气色彩 三 全家都长得不好看 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根本不可能生出 像自己这样沉鱼落雁的女孩 四 父母都是农民 穷了吧唧没啥钱 根本买不起房 供不起孩子上学 这些钱肯定都是 自己亲生父母 暗中资助的 我跟你说 我父母找过我 他说有过他的亲生父母 来找过他 随时随缩的 他老的不清新的 你的房子从哪里来的 你的民营给从哪里来的 大学 读大学的钱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也抓着吗 抓着你抓着我钱吗 不是学他钱知道吗 你有这么大能力吗 你说他你有这么大能力吗 他就是他 他突然 我突然 我父母给的 看着女儿如此执迷不悟 母亲唐爱菊心如刀绞 满脸泪水 美丽不仅没有丝毫动容 反而情绪激动 破口大骂 我会穿着会打扮 你不是我吗 你没有土又穷 怎么可能养出 我这么阳气漂亮的女孩 我们去做亲子鉴定 如果是 我宁愿你杀了我 你没什么 你怎么队到我 你知不知道 你问我两天 你怎么队到我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真是你的新生妈妈的话 我这一定不是 你我总是做亲子鉴定 你把我忘了家住来 我知道一般死的苦 你不是我的呢 如果是你的我 你宁愿你杀了我 遗体之下 美丽再次被赶出家门 但作为母亲 唐爱菊始终放心不下 几天后 她主动联系记者表示 愿意去做亲子鉴定 得知消息 女孩迫不及待 赶到赴约 一见面 唐妈妈心酸不已 不由地回忆起 女儿小时候生病 自己寸步不离照顾 做亲子鉴定 简直就是在嘲笑自己 这么多年的付出 是女儿刺向自己内心的尖刀 生那医子两个月 我这事业里面不是你 你全业死了 别人给我丢掉 为什么我没有丢掉 为什么我没有丢掉 为什么他丢掉 就是我一个人 这小人 那你是一笔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把你咬得这么大了 没有一点害怕 你知道吗 你咬我吗 就是我明天帮你走 背你去医院 你记着吗 你记得到吗 你滚 你不准哭 你哭怎么哭 你这东西一点样都没有 我干嘛要咬你 干嘛要死你 干嘛要一笔呢 干嘛要你咬你走 哪里走 无论让唐爱菊 做亲子鉴定 别浪费时间 美丽一脸自信 张嘴道歉 只要鉴定出来 是你的女儿 我就听你的话 像正常母女一样 关心你 孝顺你 此话一出 唐爱菊心里 似乎燃起了希望 一边抹泪 一边走入了鉴定中心 亲子鉴定 三天后才出结果 抽完血 伤心透了的唐爱菊 无力再吵 准备回家 不料 母亲却 咄咄逼人 拉着母亲不肯放手 不断逼她说出 自己亲生父母的消息 甚至表情猙獰 直接动手掐住母亲的脖子 你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 陈美丽被打得愣在原地 母亲坐在车里 颜面痛哭 最终还是不放心 丢下女儿一个人 下车想要拉她回家 但美丽丝毫不领情 还恶语相向 滚烫的热泪 始终无法融化冰冷的心 母亲无奈离开 美丽洋洋晃晃走在大街上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不久 她恢复了镇定 浓妆艳抹 唱K庆祝 幻想着结果出来后 怎么找到富豪父母 怎么过上富家女的生活 一边幻想 一边大笑 然而幻想终究是幻想 鉴定结果显示 唐艾菊和陈美丽 为亲生母女关系 面对这样的结果 女孩完全无法接受 嘴里不停念叨着 这是假的 经过调节 她妈妈将女儿 送到精神医院 接受治疗 一场闹剧 以此收场 但这件事 无疑给全家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就像钉子 钉在木板上 可以拔出来 但留下的口子 却永远无法填平 请不吝点赞